今天是2024年7月15日 星期一 今日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时间7月13日 前总统特朗普在奔直法尼亚州 出席竞选集会的时候遭到枪击 虽然特朗普事后已出院 但消息轰动全球 今天我们会由三方面 选情、暴力和民主去讲一讲这件事 事发当日特朗普在发表演说时 现场响起至少八下的枪声 特朗普随即跪下 等到他起身时 并在特工护送他离开时 就见到他右边耳朵有血 现场有观众一死两重伤 涉事的枪手就被击毙了 有目击者表示 他说案发前已经见到枪手在屋顶陪回 并已经通报警方 不明白为什么当局阻止不了 经过调查之后 涉案的枪手证实是住在奔直法尼亚州 二十岁的男子克鲁克斯 这个年轻人注册是共和党人 但曾经向民主党属下的组织捐款 直至拍摄节目的一刻 航空动机仍然是调查当中 但会聚焦本土恐怖主义 以及意图行食方向 亦相信克鲁克斯是单独犯案 另外据报移空泊在集会会场附近的车 里面亦有爆炸装置 美国11月会举行大选 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 自然是全球关注 不少人还联想起2004年 台湾地区陈水扁在竞选活动 同样被枪击的事 我们撇开阴谋论 即是所谓事件 是不是特朗普自导自演 还是拜登煽动策划 最客观的现实是特朗普在事件中 形象分数直线上升 尤其在事发之后 他站起身握住拳头 大叫FIGHT 即是战斗 来鼓舞现场支持者 都为他营造出一个无据暴力的硬朗形象 更加不要说 也拍了一张网民叫做Photo of the Year的相片 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拜登 在他与特朗普辩论之后 形象已经是差到不能够再差 民主党内部更加掀起了一股换灯的呼声 一个自制不能的老人家 对比一个战斗到底的硬汉子 真是未打已经是先输七分 进一步来说 就当拜登为大局着想而退选 民主党换人出选 在特朗普气势如虹 再加上形象大好的情况下 民主党有什么人可以扭转局势呢 只可以说 民主党的选情 真是跟拜登一样 衰得不能再衰了 有赌博网集还说 特朗普受伤之后 胜选的几率上升到六成半 枪击事件除了震惊全球之外 不少西方政客都谴责暴力 拜登说这种暴力行为 在美国无处容身 是不容许发生的 人人都必须予以谴责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就说枪击事件令到人厌恶 强调政治暴力永远不可以接受 至于澳洲总理亚尔巴内塞 就说到 他说在民主进程中 绝对不容许暴力 见到西方这么正义的谴责暴力 当然又令我很自然地想起 2019年香港的黑暴 假如枪击事件令人厌恶 打人中火 怎么都不会令人喜欢 如果民主进程中 不容许暴力 在香港追求的过程 同样都不应该容许出现 离奇的就是 当年只要黑暴搬出 追求民主 西方的容忍程度 就可以无限地上升 民主和暴力之间 是用什么原则 去定夺取捨呢 如果做一个很大胆的假设 涉案的枪手如果跟人家说 他都是追求他心目中的民主 那又怎样呢 正正是因为每一个人 心目中的八尺都不同 所以就需要有法律去平衡社会 个人的暴力 已经随时可以引发 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 千计的人上街破坏 情况又怎样不会恐怖呢 正如事发之后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 猜不到这种的袭击会在美国发生 同样2019年的黑暴 有谁猜得到会在香港发生呢 不过香港依法去压止暴力 就沦为了西方用来玩针对的藉口 今天见到一班西方政客 摆出一副反暴力的样子出来 这个真是叫人很吐心 这次美国发生这么暴力的事件 亦令人反思美式民主这件事 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四位总统 遇食的身亡事件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定要提到1865年 林肯被人开枪击毙的事件 当然这些事的发生 都涉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因素 当来到今天一个不断向外宣传自己的制度 同时亦都被黄友推崇的国家 为什么都会发生这么暴力的事件呢 假设涉事的兇徒是没有精神问题 明明说有不满意的 就可以透过选举几年一换政治元首 亦都有人说透过美式民主选举 选出来的人 可以平衡不同人士的意见 可惜就是有人要用不可以接受的暴力 去进行干预 那是不是对美式民主的不信任 还是见到选来选去 都是某两位候选人而感到深淡 其实不单止今次的事件 美国在2021年发生的国会山庄暴力案 同样都是令人惊讶的 除了暴力不能接受之外 究竟美式民主走到今天是一个什么样 真是黄有心目中的人民做主 亦或已经是涂有虚名 甚至沦为引爆民粹的工具 最重要的是当美国指控其他国家 不民主的时候 自己又真是实行民主吗 还是只是将这件事 当成了攻击看不顺眼的国家的工具 见到中国不断受美国无理的打压 压子挖起答案已经是很清楚明白了 今天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